Mega进化作为宝可梦争议最大的战斗系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保全的竞技话题 但凡你提及Mega就很容易被打成Mega孝子 Mega招魂党 甚至喜欢Mega会被视为游戏理解底下的宝可梦云粉丝 这一度会让人觉得Mega进化是被唾弃的 是人人喊打的 本期视频我就来聊聊这些Mega警察攻击Mega进化的三把服 看看他们所指真的算是Mega进化的缺点吗 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 Mega进化不公平是部分宝可梦的特权 不可否认Mega进化的确存在无法汇集每一只宝可梦的问题 但这点真的很严重 真的有那么不能接受吗 在宝可梦游戏中从来就不存在公平一说 我就问为什么你喜欢的猎要露莎是三段进化 而我喜欢的音效率却只有两段进化 爱心于甚至没有进化 连常规的进化系统都做不到一碗水端屏 你又凭什么要求Mega进化与卢俊占呢 还有为什么你快龙有六百的种租值 而我的八大蝶却连四百都不到 宝可梦的种租值有高有低 这算不算一种不公平呢 再来为什么你的沙赖多有三个特性 这三个特性还都有一定的战术价值 而我的马牛拉却只有两个特性 这两个特性还都是白板 甚至只有一个特性的宝可梦都一抓一大把 特性系统如此厚此薄比 是不是也应该被抵制 又为什么未知图团有二十八个形态 若托姆有六个形态 探探书却只有一个形态 还一直拿不到前安证呢 不好意思 宝可梦从形态涉及到战斗系统 再到前安证的分发 从来就没有公平 一说 有些宝可梦生来就是拥有特权的 不是Mega进化导致了宝可梦之间的不公平 而是整个生态就是如此 没有人会因为配角的戏份没有主角多 就骂BNG不公吧 拿其他宝可梦去和喷火龙谈公平 那只能自取其辱 此外 你不会因为近几代没有了Mega进化 Mega就不存在了吧 Mega的本质就是宝可梦 通过携带特定道具 来改变形态提升能力 那请问苍想 携带腐朽之剑 变成剑之王形态 二鬼碰 携带面具提升对应的能力 算不算Mega呢 日月神变成究极奈克洛兹马 算不算Mega 雷冠王起码后 种子只暴涨180点 这又算不算Mega呢 一些特殊的机制 本来就不是每只宝可梦可以享受到的 我们要做的是调整好心态 不要让嫉妒视自己面目全非 Mega进化影响对战平衡 说起来也是挺愿的 在46只 任何Mega进化的宝可梦中 仅仅是因为某几只的强度超标了 于是整个Mega系统就被指影响了对战平衡 但想必 没有了Mega进化的对战环境 一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每只宝可梦都能分到一杯羹吧 不好意思 宝可梦的对战环境从来没有平衡过 一直都是强者很强 每个事态能擅长战斗的宝可梦就那么极实之 没有Mega带兽 Mega暴灰龙 也会有星虎熊爆发 它们甚至不需要Mega 就拥有比键绝大部分Mega宝可梦的强度 那你又该把造成星虎熊爆发 强度超标的元凶 归结到什么头上呢 一只宝可梦强度超不超标 是方方面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大嘴娃光靠Mega进化提升一百点种阻值 不足以让它成神 得再加上大力士的特性和妖精属性 才能让它拥有一个战之力 但凡种阻值分配差一点 特性烂一点 不给它妖精属性 大嘴娃都不可能翻身 把强度超标单纯的归结于某一系统 是很可笑的 Mega后才拥有的一切 说不定有些宝可梦早就拥有了 并且宝可梦特性属性的优劣 技能持的深浅 种阻值的高低和分配的好坏 老子就决定了宝可梦对战不可能平衡 官方也没有在对战的平衡性问题上太过伤心 毕竟硬核对战党 净占了宝可梦玩家的1%左右 说起来 对战党其实是在Mega好坏的争论中 最受伤最无辜的群体 因为他们被莫名其妙 贴上了讨厌Mega的标签 但从上周各大宝可梦对战期up 看到ZA的直播RX星来看 对战党其实并不排斥Mega系统 甚至是非常喜欢的 毕竟喜欢对战的玩家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 他们都能去适应 并享受其中的乐趣 反而是那些不怎么参与对战的玩家 才喜欢喋喋不屑的吐藏 或许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喷Mega 来彰显自己是自身的硬核的宝可梦玩家吧 就很像很多周觉伦的歌迷 特别喜欢用自己不听 擎天气里香这些大热歌曲 只听冷门的老哥 来标榜自己是自身杰谜一样 殊不知真正的死忠粉 新歌老哥 热门冷门都在听呢 当你还在和网友兑现Mega的好坏时 对战党已经在PS平台上 研究Mega诅咒娃娃的新战术了 毕竟真正的强者是从不抱怨环境的 连官方和对战党都不急的事 也不知道有些单案界玩家在解写什么 下次大家要是在遇上有人 吐藏Mega影响对战平衡 你就去问他 要让他打上大师级的截图 鉴定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对战党 Mega进化到底有没有影响到 他的游戏体验 在官方设定中 Mega进化是宝可梦最终形态的再进化 也就是说 获得Mega进化的宝可梦 不可能再像麒麟奇 圈圈熊那样正常进化了 这对大嘴娃 作作娃娃这类没有三阶进化的宝可梦来说 无疑是个恶号 等于说Mega堵死了他们正常进化的途径 这点也是Mega进化最为诟病的一点 但是呢 缺陷归缺陷 玩家能不能接受就是另一回事啊 要知道 不是每个世代都会给老精灵添加进化形态的 皮展司令等进化等了12年 麒麟奇圈圈圈熊等进化等了23年 火爆猴等进化等了26年 Mega进化的名额很珍贵 正常进化的名额同样也很珍贵 你怎么就能确定大威力没有Mega 在后世代就一定能获得进化 你又怎么能确定大威力进化后 就会像大嘴娃一样翻身 而不是像大舌铁 大超北壁一样 依旧无人问津 你可怜大嘴娃不能再进化了 大嘴娃的粉丝 可怜你等了23年 还没有等来大威力的进化 人家大嘴娃的粉丝 都用Mega大嘴娃 耍了两个世代了 你的大威力却还活在未来可惜中 到底谁更悲哀呢 Mega进化固然会讽死 宝可梦正常形化的途径 但事好事坏 完全取决于你是喜欢 经销有酒经销醉 先爽为尽 还是更喜欢守着自己喜欢的宝可梦 抱抱地等着 他在不可预知的未来某一天 正常形化呢 在上周宝可梦直播会上 当Mega标志 在宝可梦新作的预告片中 一闪而过 当我看到国内众多宝可梦 粉丝的无奥性 是兴奋的 激动的 惊喜的 宝圈也因为Mega的回归 各有五生平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喜欢Mega的人才是多数 原来Mega进化 不招人喜欢的风言风语 又是某一小撮群体的自导字眼 我们不需要再畏惧 Mega警察的赌嘴 大家大可大地 方方地表达自己对Mega的喜好 因为我们才是主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宝可梦杂盘视频 还请点赞关注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